自創是肛門常見的疾病 也是許多媽咪產後常見困擾 但與其症狀相比 許多人更害怕的 反而是手術治療後傷口的疼痛 之前其實還蠻擔心 因為聽說自創的時候 就是你做完手術 術後會非常的難熬 那我現在是聽說 有比較新型的微創手術 所以術後傷口會比較小 那我另外還有聽說 有新型長受止痛的方式 讓術後品質會比較好 所以我今天就特地來看一下 醫師表示 懷孕婦女因薄薄的重量 肛門血管承受巨大的下壓張力 以及許多血液注入的壓力 導致血管快速鬆弛 容易形成痔瘡 目前臨床除了保守治療外 手術包含傳統開刀 與微創手術 提供患者多樣選擇 因為以前我們傳統手術 都會覺得痔瘡就是一塊 團塊一樣的組織 跟腫瘤沒有差很多 所以痔瘡有多大 我們做的傷口就是有多大 那目前微創的想法 這十年來改變了 因為痔瘡其實是血管的問題 我們為了把這個血管 給抽取出來 沒有必要大範圍 傷害到旁邊的正常組織 傷害的越小 會恢復的越快 所以同樣是一個痔瘡 我們會以比較小的傷口 然後取代以前的大面積傷口 醫師表示 微創手術除了降低後遺症機率 也能將術後恢復期 從傳統手術一個月 縮短為一星期 另外在止痛方面 目前痔瘡手術的疼痛控制 除了口服馬菲類藥物外 也有長效型止痛針劑 作為新選擇 還有一個長效型的止痛藥 那這個七天的長效型止痛藥 它的用法跟以往比較不一樣 以往其實也有這類的藥物 但是大概在手術之後 我們打了一支止痛針 大概是肌肉注射 我們會選人體裡面最大的 臀大肌這個地方做注射 注射了以後 以前的這種類型的藥物 暈吐的副作用會很強 但現在的這種劑情 它是改成七天緩式劑情 它注入了以後 它的這個藥效是 蠻緩慢的慢慢的釋出 所以它帶來的副作用也比較小 醫師提醒日常生活 應多吃蔬菜與高鮮飲食 每天攝取足夠水分來預防便秘 如有痔瘡困擾 除了因培養運動習慣 避免久坐不動 洗澡時也可採取局部溫水作育 或以蓮蓬頭沖溫水3到5分鐘 幫助血液循環緩解症狀不適